哇拉艺术走进香港巴塞尔 今天呢是VIP的最后一天了 所以我趁着人不多的时候 来给大家拍一拍现场的情况 首先呢这里是一进门口验票的位置 所有的票呢都是以电子票的形式来发售的 很多不能够到现场的朋友 因为疫情的原因 所以我给大家拍一拍整个这次展览 比较精彩的一些作品 那这里呢现在是入门之后的一个展厅的位置 整个展厅呢不是很大 因为它今年只有一层 只有104家画廊参展 走到了中庭的位置是一个大型的装置 巴塞尔每年都会在中庭的位置 有不同的装置去展出 那这个呢是我筛选过的 我觉得比较有特色的 它是本地的艺术家陆浩明的一个2020年的作品 这个作品呢之前在画廊也有展出过 一眼看上去呢 这是一个巨大的悬挂式移动装置 再向外延伸 然后呢这个材质呢是一个球体的形状 是用一个剧本以西的一个材质去雕刻 然后腐蚀形成的 接下来呢这是一个网红 大家打卡拍照最多的一个作品 这个是由格莱斯顿画廊带来的菲利普的作品 这个作品呢在非常多的展览和机构当中 还有美术馆都有展出过 它是以太气球作为一个媒介 这个作品呢叫做演说泡沫 是一系列在特定位置安装的这种气球 这些气球呢通常就挤满了整个天花板 让人回想起卡通对话和云彩 这些作品所隐含的形式和空间关系呢混淆了个人和社区的类别 这些演讲泡沫呢就像是无声的幽灵一样困扰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连接空间 Steven Freeman呢这次带来了艺术家David的作品 他的作品呢吸引了非常多的人 而且他这个作品整体的摆放也非常的整齐 无论是小朋友还年轻人都在这里驻足观看 然后呢我也去问询了一下他们的销售情况非常的好 因为他们作品价格都不是很高 然后也比较有趣 形态比较好的作品呢我们可以看到 几乎全部都已经是出售了的状态 那我相信接下来的公众假期呢 也有很多朋友会来观看这个展览 有喜欢作品的朋友可以不要错过 可以提前的去跟画廊进行一个沟通 这幅作品呢是张燕子口罩系列 我们一看就知道在表达现在我们整个全球啊 社会所发生的疫情的这个事情 他这个口罩系列呢其实是捕捉了当下的一些变化 他用口罩作为创作媒介 讲述了自己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 通过这种方式呢产生的各种的痛苦啊 表达人们不同的这种心态 这幅作品呢也是比较符合当下的一个装置艺术 这幅作品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是西班牙艺术家的一个大岩仔的这个造型 我们都这样去叫它 那它是由日本的画廊所展现出来的 也是全场唯一一幅这个西班牙艺术家的作品 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细节 接下来呢我也会在我的影片当中去讲解这个艺术家 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 这次巴塞尔的展出呢是疫情以来第一次实体的一个展出 整个的销售情况呢要比去年的线上一波会要好很多 通过统计呢VIP的首日有20家画廊以上 销售总数量在100件以上作品 然后呢价格也是超过了3000万美金总数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很多画廊呢在参展之前都已经销售的差不多了 下来的平日呢也会有一些陆陆续续的新买家 新藏家去加入在其中 整个作品带来的质量呢是不错的 虽然规模小了一点从两层楼变成了一层楼 但是呢大家对艺术的热情并没有减少 好啦接下来呢我还会做几个分级式的影片 去主要讲解各大画廊 国际主要画廊的展出作品 以及一些作品的解析 这些画廊都是我真的精挑细选出来的 因为整个参展有104家的画廊 那我不可能每一个画廊都拍得到 但是呢这些国际的画廊带来的作品 真的是你必须要知道的 是带了非常好的作品来给大家欣赏的 巴塞尔官方的网站做得非常的好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官网当中 你就可以直接进入展厅 而且呢你可以搜索艺术家 或者作品的名称 这里呢就可以直接找到作品 所有的作品的信息都是在这里 同时呢价格也会比较明确一些 你也可以去跟画廊 有兴趣的去进行销售查询 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接下来的几个影片 我会分别的介绍国际大画廊的每一件作品 sao你们带来听听你来的 然后一起几个影片 请请不吝点赞 电视频 我们下班的币 以后还请订阅 您的币